口齿生香 做人不慌 雅桑了吗 现在开张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雅桑 今儿呢咱们来讲一讲人体悬浮之术 关于人体悬浮术呢 大家肯定都听说过啊 或者呢是在电视上 要么在网络上都见过 他们这些人呢是不需要外力啊 就可以漂浮在空中啊 就好像有超能力一样啊 一个一个都是超人 在这里边呢 我比较佩服的一个人啊 叫大卫·布莱恩啊 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美国街头魔术师 他呀 没事啊 就在大街上转过来转过去 转过来转过去的啊 心情好的时候呢 他就把鞋一脱 飘起来了 飘得兴高采烈的时候呢 他还会从这个楼顶 哎 飘到另外一个楼顶 好家伙啊 底下的人一看 哇 鼓掌啊 那叫一个是木凳口呆啊 可实际上啊 这是个电视魔术 因为啊 有一个大吊机 把它吊起来 这个是摄像机啊 不可能让你看到的 很多观众啊 也都是什么呢 拖 嘿嘿 魔术嘛 某个层面上呢 就是用来娱乐的 对不对 还有一哥们儿啊 前几年在美国是火得是一塌糊涂啊 为什么呢 他啊 上了一个叫美国达人秀的综艺节目 衣不留神 自己飘了 自己飘了 哇 对不对 那哥们儿呢 哎 好家伙啊 从此以后赚的是盆满钵满的 但是呢 这哥们儿可说了啊 我这可不是魔术啊 我这叫做瑜伽平衡 您听听 您听听 这名字起的多高大上啊 立马就比魔术多了几个等级 对不对 可实际上呢 就是这种人体悬空术啊 它已经流传了好几百年了啊 它呢 叫悬空的 我觉得要抬举它 其实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啊 这种东西很神奇 但是呢 已经被老外给破解了 很简单 红色部分啊 就是它们在这个袍子底下啊 是隐藏着的 很关键的一个东西就有个杆 它这杆呢 一定要插在这个底下这个垫子下面啊 然后呢 通过袖子用一个垫子把人给串起来 啊 就是这么很简单 看上去很奥秘啊 但是呢 很简单 谁都可以做到 不过呢 类似于这样的障眼法的魔术啊 并不是真正的人体悬浮 因为魔术啊 是通过特殊的手法 来迷惑大众眼睛啊 来达到理想效果的行为 不符合咱们之前说的那种单单的靠人体啊 没有第三方外力的 那么 到底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体悬浮呢 其实啊 记录在案的就有很多很多 比如说 在宗教领域里面就有很多嘛 对不对 像意大利的宗教那个基督教教徒 圣约瑟啊 他呢 这个比较高大蒙 性格呢 比较激动 没事的时候啊 他们在那个宗教仪式上的时候呢 这哥们 哦 我亢奋了 我激动了 然后呢 就会飘了啊 一亢奋就飘这哥们 还有一哥们呢 应该叫姐们 还有一姐们呢 来自西班牙 他呢 叫圣女 圣女艾维拉 这姐们比较特别啊 他呢 不能够自控的就会在空中飘浮 您说他在外面飘飘浮浮的也就罢了 他在自己家里面 没事儿 在上厕所 在新手间的时候 那也飘浮 这个 好 又比如说啊 在十九世纪时候呢 有个叫通灵大师 苏格兰人丹尼尔道格拉斯伯母 这哥们比较比较火啊 按照现在人来说呢 他就是明星啊 在那个时候 为嘛呢 他呢 估计是啊 有在岸的啊 从一个一个人啊 从一个楼顶飘到另外一个楼顶的一个人 估计现在很多魔术师啊 魔术师啊 也都是受了他的启发 对不对 这哥们挺牛 刚才咱们说了吗 他不是个通灵师吗 对不对 有一天呢啊 就是这个霍姆啊 他正在给人冲着灵的 结果呢 一表情 飘起来了 下面的人一看 哇 哥们儿啊 你咋飘了呢 你猜霍姆怎么说 霍姆一边摸着天花板 一边说 我不知道啊 对不对 不过呢 因为霍姆的事迹啊 时间比较早 你想一八几几年 对不对 也没有留下影像 而且呢 目击证人呢 也比较少 所以说呢 咱们呢 就只能当一个个案来对待了 不过呢 在英国大百科全书里面 记录了有很多懂得悬浮书的那个人啊 包括还有很多超能力的人 在书里面啊 就在这个英国大百科全书里面 把这些会漂浮的人叫什么呢 叫做你懂事本位现象 简单来说呢 就是利用自身啊 自身利用这个磁铁的磁力波 来进行悬浮 您听听 磁力波 哎呀 这名听得多高大上啊 对不对 这在多大一块磁铁 才能把自己悬浮起来啊 其实吧 外国人啊 特别有探索精神 这点咱不得不佩服他们啊 你看啊 就在1986年啊 1986年啊 离咱其实挺近的啊 在华盛顿还真的就举办了这么一次 这个修炼者的飞行大赛 当时啊 国际上还真的有很多这个报纸报刊呢 来报道他们 据说啊 当时邀请了好多个人啊 可能有二三十个吧 邀请了三十个人 飘真的有人飘起来了 真的有人飘起来了 飘的高度啊 时间不一样 但是呢 就最差最差的 也飘起来有60厘米 60厘米多高啊 半米多高啊 最高那一位啊 直接飘到了一米八 那比我都高啊 飘到比我都高 现在啊 其实也有类似于这样的 瑜伽飞行比赛 您就看 就像这样子的 不过呢 在我看来啊 就是这样看 最多也就是排着腿啊 就是看谁蹦得高 看谁蹦得远 看谁蹦得高 那么一个比赛 就是不知道 就是1986年那次比赛 是不是也跟上审似的啊 这如果要是跟这样一样啊 好吧 啥都别说了 啥都别提了 一把心酸泪 哎 同年啊 也是1986年 印度啊 这个神奇而伟大的国家 咱们接下来会说到比较多 在印度的首都啊 举办了首届 瑜伽腾空比赛 瑜伽您听好了啊 还是瑜伽 跟刚刚那哥们 他不说了吗 瑜伽平衡 有千四万缕的关系 在7月21号那天啊 在印度啊 新德里的甘地体育馆 总共有18个国家 50多位选手 参加了表演比赛 你看搞得跟奥运会一样 对不对 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家 带着各种仪器 摄影器材 我的天哪 进行全天后 360度 没有死角 把我上厕所 也监测着 然后呢 在这次比赛里面啊 真的就有五个人 啊 就凭自己意念 就让自己身体腾空 往前挪了一步 您听听 您听听 50多个人 那么多的摄像机 看了他们 他们才往前挪了一步 这一步 是人类上的一个壮举呀 我这一步 不是我的一步 是所有全人类的一步啊 哈哈哈哈 然后据他们就是会飞的人说啊 就是如果你要想让身体腾飞起来 必须要经过刻苦的精神训练 才能够掌握这门技巧 而肉体上的训练就更为艰苦了 不吃不喝 不撒不尿 诸如此类的啊 相比下来啊 能够在大庭广众之下 表演那些悬浮术的啊 这些人啊 就没有在深山老林里的那些人 就没有他们厉害了 这姑 就有一位叫做巴亚米切尔的老人啊 印度老人 你看还是印度 对不对 就巴亚米切尔这个 印度老人也是通过瑜伽啊 获得了悬浮的能力 咱们呢 姑且管他叫老巴 据当地新闻人来说啊 大多数修炼了好几十年的人 才能够在山林当中 做得像仙人一样 飘过来飘过去 而老巴的能力啊 是获得了物理学家的认可了的 当时陪伴他的 还有很多个这个学家 那个学家 总之很多家 好不好 很多专家 很多专家 然后呢 据教授他们的报告和当时的视频来看啊 老巴 这哥们老大爷 老巴 升空之后呢 身体变得非常的柔软 并且呢 能够升到十几米高 你想 十几米高 已经非常非常高 他也不怕摔下来 整个过程啊 维持了三十多分钟 最后呢 他是以 有一种 特别特别水平的方式 很缓慢很缓慢 刷下来 很缓慢 很缓慢 刷下来 不是刷下来的 落下来的 然后呢 在场的几位教授啊 很兴奋 又很困惑 哎呀 就加了好友了 就说 哎呀 老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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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咋整的 你 你 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然后呢 老巴说 哎呀 这东西 如此不可教掩 儿等学不来的 你没有个几十年的功夫 你是修炼不成 老巴 我这身功夫的 其实啊 科学家已经破解了 啊 在某个层面上破解了 当时呢 老巴在腾空啊 在升空的这个过程当中 是有气流的 这股气流呢 被检测到 是从他身体里面 出来的啊 这个 你们可能比较难理解啊 有气流 从他身体里面出来啊 直上直下出来 不过呢 这个并没有解释 就是为什么 他会腾空 反而呢 就让科学家呢 更加震撼啊 你说有一股气流 就能够让一个几十斤 一个老人 升空 哎呀 这个比较难以理解啊 你说这在多大的一个 一个气流呢 然后呢 你想想 这么一个气流 要把几十斤的老人 升到空中 需要非常非常大能量 也就是说呢 从他自身身体里面 流出来的气流啊 和能量呢 根本是没办法解释的 探测仪呢 只能够探测到 这个气流啊 是从他体内 出 释放出来的啊 但是呢 却不知道 这股气流呢 是来自哪 丹田 还是他的肝 还是他的肺 还是他的肾 这就不得而知了 好不好 咱们再来说一个 在探索频道 Discovery 发布过的一个视频 话说呢 有一个魔术师 叫丹怀特 丹怀特 他呀 也是一个 比较有名的魔术师了 虽然说呢 我不认识他 他呢 为了寻求真正的魔 那个漂浮 因为他也会漂 但他知道 他那叫魔术 他呢 想寻求真正的漂浮 他呢 跑到了 尼泊尔 哎 佛陀再生之地 尼泊尔 然后呢 就为了 因为他听说 有一个和尚 在那边 会飘起来 他呢 就不远万里 跑到了尼泊尔 这个伟大的国度 就为了与那和尚 见上一面 然后呢 最后见到和尚之后呢 那个和尚啊 你看 哎呀 本来是不答应的 你说什么表演 我就表演了 那我岂不是 有损我这个名号吗 对不对 最后呢 这个魔术师苦苦哀求啊 然后呢 和尚一看 哎 算了 年轻人 我答应你了 说吧 只见这个和尚就 淡淡的坐在 坐在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垫子上面 然后一面 一面念着这个 六四大明咒 一边呢 竟然就缓缓升起来了 整个过程是 非常的殊胜 那么有人问了 什么是六四大明咒的 六四大明咒啊 是 Om Mani Ba Ma Hum 是 Om A Hum 三个词的拓展 在佛教里面 这个是 Om Mani Ba Ma Hum 这六个字很有名 它内涵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奥妙无穷 至高无上 蕴含了宇宙中的大能力 大智慧 大慈悲 你说这么一位高僧大德 岂胜我等 凡夫俗子 所能够一窥究竟呢 对不对 英国这个新科学家啊 新科学家这个杂志 就曾经发过 发表过这么一篇文章 研究发现啊 真正的人体悬浮术呢 是有可能通过意识 通过人的大脑 精神的能量 使脑电波瞬间引发 人体内部的磁场变化 而后 在与其外部的磁场 共同作用 形成磁场 磁力场 所以说呢 比较权威一点的说法啊 我下面慢慢说 您慢慢听 比较难理解啊 人体全浮术 实际上是人体内部 在通过意念的激发作用下 使人体细胞中的 生物电场强度 逐渐的增高 人体的温度 也会随其上升 血流量也会加快 并形成人体的高能量 微波磁场辐射 同时啊 体内细胞中的电子 向人体外部 又做交易运动 从而形成了 人体外部电子云团的碰撞 而产生附加的 磁波场辐射 然而 这种附加的磁场 又会与人体内部的 磁场 磁波场产生合力 同时用于外界的物体 这种合力的隐形磁场 与地磁会产生一种赤力场 而这种赤力 能够摆脱地心的引力场 从而使人体处于悬浮状态 另外 由于人体在意念工法 的运行过程中 会向体外辐射 红外线 导致体外的 局部温度上升 将会导致 局部空气环流 产生立场效应 并与磁场的 赤力形成再合力状态 从而最终导致 人体的飘逸上升 人体只有在 综合立场的作用下 人体漂浮的自然现象 才能变成可能 你们听懂了没有 简单来说就是 我们自己 要变成一块磁铁 然后就可以漂浮起来 就这么个道理 最后 咱们引用一下 那位就是 那个尼泊尔和尚 送给魔术师那句话 好了 那么你们有谁 会人体悬浮术 或者有见过悬浮术 欢迎订阅我 并且给我评论 咱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怎么样悬浮 兴许 指不定哪天 咱们就练就了 这个盖世神功 也说不定 啊 鸣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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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鸣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